佛教讲堂 人间繁华顿银脚下 走进佛殿 光明变照 气氛宁静而庄严 泰国国王赠予上人的 释迦摩尼佛玉像 金光灿烂 助力中央 2007年 这座光严畏畏的玉佛 在四众弟子的努力下 重新镀金 再现光滑 讲堂的四大原著上 刻着上人所写的祭送与祈诗 法总的六大宗旨 以强高悬 让踏进佛殿的人 一目了然 僧众每日固定打坐 请早晚课 礼大悲颤 恭送华颜经及愣言咒 每星期三 送持地藏经 初一及十五 则礼拜要诗颤 周日设有儿童班 教导孩童 佛门礼仪 及为善尽效 面积仅有一千平方尺的讲堂 每逢大行法会及庆典 便将小小的道场空间占满 成立近六十年的佛教讲堂 四众弟子们遵守佛制 广修空华万恨 验作水月道场 期望在未来的岁月里 能继续在这座 有着东方知诸美誉的小岛上 帮助众生 成就他们自信上真正的宝珠 请不吝点赞订阅